歡迎來到澳門科學館網上教學資源平台 我是Kid 好了 我們新的一集準備開始 但是如果對上一集的內容有些不明白 或者完全沒有看過上一集的朋友 我建議先看上一條影片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對我們這條影片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好了 我們就開始了 要完當姿勢搖晃或下側偏低等等功能 講完這部份之後 我現在就會進入下一個部份 在輸入入面 一個叫做當隱腳P0被按下 所指的隱腳就是指模擬器上面 從0到3的這個部份 亦都包括一個叫做GND的五個圓圈 這五個圓圈就是代表隱腳的位置 在模擬器裡面可以用到的隱腳 分別有P0、P1和P2 我們亦都做一個簡單的例子測試一下 當我們按了P0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指示燈 做一個圖案出來 做一個有五個點的圖案 完成之後我們嘗試運作模擬器看看 可以看到模擬器 可以看到模擬器 在0的針腳上面 已經有一個數字 4-0 當我們按鍵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隨機的數字 這個數字其實是一個 和電壓有關的 它能夠感測到的數字 按了按鍵 當它觸發成功 就會看到有同樣出現了 當然P1、P2也可以同時使用 當我們現在使用P1的隱腳 它亦都能夠出現相同的效果 但是用隱腳的時候需要小心 因為在模擬器裡面 它本身會自帶有接地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GND Ground接地這個按鈕 但是當我們實際使用的時候 特別是用實體的控制板 去使用的時候 就要注意了 當你暗了隱腳 假設你暗了P0 那你一隻手指暗了在P0 另一隻手指就需要放在一個木板上面 又或者需要用另一隻手 去暗住GND這個接地的地方 然後再鬆手 放開你暗了P0這個隱腳 或者是針腳的位置 它才能夠做到效果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控制器 和模擬控制器 兩個之間最大的分別 現在講完隱腳P0的避暗下這個功能之後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後面的內容 下面分別有兩種圖形的文字敘述 分別一種是橢圓形的 另一種是綠邊形的 我們這次的教程先跳過六邊形的部分 因為六邊形的部分 需要統用到邏輯的功能 再一起使用 所以我們先暫時不講 我們先講了下面橢圓形的四個功能 第一個就叫做加速度感測器 加速度感測器 亦都可以配合前面我們用到的 當按鈕A按下這些地方一起使用 但因為橢圓形的地方 所表達的是一個實際出現的數值 所以我們需要用基本顯示數字0 去顯示它所出現的數字 我們現在試試第一個加速度感測值 這個加速度感測值是指 你移動一個指定方向的時候 所產生的一個順時最大的加速度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這個加速度感應器旁邊 有一個叫X的地方 X的地方旁邊還有一個箭咀 按下去看看會見到XYZ同強度 X的意思就代表這個水平方向 就是指我們平面移動的時候的方向 我們可以試一下在模擬器中混載一下 當我們A鍵備按下的時候 會見到A字出現了-1023 代表代表它已經移動了 代表它已經移動了 速度是-1023的速度 也可以試一下用Y的部分 Y就是代表前後的一個方向 我們也均勻來試一下 當我們同樣按鈕後 向上的方向是负数的 也就是我们把实体控制器向上抛的时候 它产生的速度会是负数的速度 而向下就是一个正向的速度 同学可以现在先测试一下 讲完加速度感应器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讲下面的部分 就是叫光线感测器 光线感测器和刚刚的加速感测器用法 基本上是一样 只是今次是感应光线的数值 光线的数值分别是可以从0到255 我们运作模拟器看看 预设的光线是数值128 数值越低就代表光线越暗 最光去到255 我们现在选择一个比较暗的光线 71 然后尝试按A键看看 会看到显示器上面会出现71 最光的就是255 最光线的数值 会看到最光线的数值就会出现255 接下来讲完光线感测器 再会讲完后面剩下的两个内容 分别叫方位感测器和温度感测器 我们现在先拿出来 先用方位感测器 方位感测器 当我们运作模拟器的时候 会看到上面有两个点 一个椅圆的地方 会有些改变 我们尝试看看 当我们按了A键的时候 会发现会多了一个角度 预设会是90度 这个就是方位感测器的模拟器 所触发的一个方向 预设一开始的方向是90度 就是画面上的右边的方向 如果想移动不同的角度 可以暗实有一个箭嘴尖位的地方移动 最多可以移动到359度 因为当我们看到360度的时候 它会直接变回0度 就是直接向上的方向 所以如果想选择对角度 我们先移动角度 我们现在选择247度 然后我们再按A键 它就会出现247度 如果在实体的控制板上测试 会看到一开始之前 它会先有一段英文 有同学可能未必能够看清楚 这段英文的 它的意思就是 需要重新设定 好输入的一个螺盘方向 在这个校正上 会需要大家 将25个灯都全部亮起 只要遥动快板 遥到对的方向 就可以亮起燈了 亮起燈 它会出现一个笑眠 那就代表你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再去放 将控制板放在桌面 然后转动方向 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数字 当你转到不同的方向 就好像我现在在模拟器上面 转动这个模拟器的指示针 就会移动到一个不同的方向 同学也可以先试一试 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大概来到这里了 如果同学们对这一集的内容是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在下一集结尾的时候 会读回我们留言版的问题 去回顾同学到底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